在臺灣工作的泰國人劉川 每次回到泰國都會發現路上的電動車又多了一些 他在曼谷的家人開的是比亞迪 因為價格清明 政府也有補助方案 就他觀察 曼谷街上的電動車還不到10% 為了提升這個數字 政府也定下目標 2021年 泰國政府制定3030政策 及到2030年其國內生產的汽車30%為0排放汽車 並在2035年完全0排放 一系列促進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政策 隨之而來 包括提供7萬至15萬泰铢不等的補貼 泰國在2022年推出EV3.0政策 依照不同電動車定價給予補貼 促使2023年 泰國的純電動車BEV銷售量大幅成長 BEV乘用車銷售量達7.6萬輛 年增688.9% 其中 比亞迪在泰國市場佔比最大約40.1% 比亞迪在3030年代表達30%的負荷 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30%的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我認為在泰國的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但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有東方底特律支撐的泰國 在全球汽車產業鏈中扮演重要角色 政府積極發展交通轉型 有分析師指出泰國很可能成為 東南亞重要的EV關鍵零組件生產中心 所以基本上我們提供的OEM 做營業在泰國的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然後我們提供的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所以我們提供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也沒有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然後現在的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但從今年的負荷市場佔比最大約40% 泰國它主要也是以代購世界品牌 它並沒有泰國它的自由品牌在汽車市場上 不過也有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於 它其實算是東協10國裡面的汽車大波 泰國2023年售出約77.6萬輛汽車 是東協第三大汽車銷售市場 銷售品牌以中國大陸和日本車廠為大宗 要發展電動車也有挑戰 泰國汽車銷售市場其實 以像豐田Toyota這樣的品牌來講 是單率高達30%以上 就是說三分之一是Toyota 那再以我們舉例 中國最有名的外交品牌BRT來講 它只佔了他們的市佔大概3.9% 但是如果說轉到說是電動車的部分 以2023年來看的話 比亞利佔比則到了40% 所以從這樣子的關係推算的話 可以想像得到就是說 如果泰國它接下來希望成為 真正的東西的電動車重鎮的話 勢必會有更多中國品牌的實作關係 畢竟我們都知道它其他重要的 目前最重要的是日本品牌 但日本品牌在電動車的腳步上 並沒有像大家想那麼的奇蹟 搭上綠色運輸熱潮 泰國積極轉型 要在電動車市場中搶佔一席之地 TVBS新聞成功想要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